大叔得了一种怪病 说完一千五百字就会去世 当生命的长度变得可以控制 他会做些什么事呢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一千五百词 这天大叔来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了他一个噩耗 他的生命只剩下一千五百个字了 只要说完他就会立刻去世 听到医生的话 大叔的反应经过了五个阶段 他首先是感到愤怒 否认这件事情 然后感到绝望 抱着医生大哭 接着他感到口渴 喝下了瓶子里的消毒水 并且试图自杀 最后他冷静了下来 选择辞职 然后接受了这件事 医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然后平静地告诉他 刚才吵了半天 他现在只剩下五十个字了 医生拿给他一个银色的计数器 让他带回家 大叔心情低落地准备离开 医生叫住了他 递来了一张名片 并且告诉他 如果他真的很痛苦 可以打上面的电话 大叔回到家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女友解释 但他想了想 生活中又有多少时间 真的需要说话呢 真正的关系 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除去睡觉 吃饭 看电视 倒垃圾 需要担心的时间 只剩下30% 对女友 他什么也没有说 一开始 大叔试图用手上的小动作 表达对女友的关心 后来他用眨眼或者打闹的方式 来打破沉默的尴尬 有时他会突然蹦出几个单词 不明情况的女友觉得莫名其妙 他的生命随着所剩数字 在逐渐减少 女友终于对他的怪异举动 开始不耐烦了 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 他终于听见女友说了那四个字 我们谈谈吧 他没有办法说什么 只好和女友分手 然后离开了家 他带着啤酒来到树林里 这是他以前和女友吵架后 经常来的地方 打开啤酒 一瓶又一瓶地灌进嘴里 他喝到一切语言失去意义 似乎只有对着树生死力竭的吼叫 才能表达他对现实的无力和难过 他一直在喝 一边喝一边表达着自己的愤怒 直到他还剩下最后一个词 第二天 他在树林里醒来 看着手里的计数器显示数字一 想起昨天对狗喊了半天女友的名字 这会儿后悔得要死 女友的照片还被他保留着 他拿出了当时医生给的名片 他现在真的很痛苦 可以打这个电话了吧 他来到湖边的一个电话亭 电话里女人的声音提示他 输入自己剩下的词数 他按了一 电话里的女人表示了遗憾 并问他想不想听建议的最后一个词 他按了确认键 女人建议他最后一个词 说对不起 谢谢 或是为什么 接着电话里说 如果想向所爱的人发送录音信息 请按零 他果断地按下零 但是电话那边出了问题 提示的名字并不是女友的名字 他不断地按着否认 但电话好像失灵了 不管他怎么按 电话都提示他 正在给那个错误的人发送信息 这时 女人提示他可以选择一个词来描述女友 他打开钱包 看着女友的照片 脑海里浮现出女友的样子 用一个词来描述远远不够 他陷入了沉思 电话里的女人见他一直没有回复 于是一直追问他 是否想要更多的时间 这深深触及了大叔的痛处 他又何尝不想再多活几年呢 电话那头一直在重复地问着 他再也忍不住了 拿着电话愤怒地大声喊了一句 是的 这就是他说的最后一个字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女友告别 一切就都结束了 这个短片看完后 让人感觉压抑 不得不为大叔感到遗憾 好像生命就是在不经意间流逝的 如果我们不拿着技术器倒数 谁还会重视时间的存在 故事的结局是悲伤的 大叔浪费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字 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 或许我们也做了很多毫无意义的事情 浪费了无数个一千五百词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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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